八万四千法门都可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思 是否是八万四千法门只限于受三皈依者 由心向佛而没有皈依 譬如病重者或者是包括外教 即没有皈依的修行 也可上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事情 《净土经典》里面说得很明白 发心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念就皈依了 皈依不在形式 我心里想着到极乐世界去 依靠阿弥陀佛 向他老人家学习 这不就已经皈依了吗 所以 佛法 忠实质不忠心事 只要你发心有这个念头 求生净土你已经皈依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不一定的要请法师做个仪式 这个外道 修学其他宗教 如果在灵命中之前 听到有人劝他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一听就欢喜 就真的起了这个念头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也就算皈依了 临终最后一念 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念佛决定得生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